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全日總結的環節 先和大家跟進亞太區股市的收市表現 東京日經指數跌了55點 收報是8737點 跌幅是0.6% 而韓國西語總合指數跌1.8% 報1812點 跌了33點 而台北加權平均指數升了0.8% 報7610點 升了62點 看內地股市 今早公佈了CPR數據之後 曾經升過一輪 高位是見過2528點 但下午表現比較反覆 收市跌了1點 報2497點 低位是見過2487點 而滬深300指數 即未跌5點 是2751點 高位2796點 低位是2739點 而深淨城市方面 跌了40點 收市是報10892點 跌幅是0.37% 也看看港股的收市表現 看到恆指是跌了46點 收報19866點 而國企指數是跌31點 報10468點 成交500億都沒有 只有496億 也和大家跟進主要籃籌股 收市表現 匯控升了3毫子 是64.95 中二董79.45 跌了5毫半 中國銀行跌了1千 做3.01千 工商銀行跌4千 做4.95 而建設銀行5.74 是升了1千 看看另外幾隻表現 港交所升了2毫子 是141元 新鴻基地產 跌了1元 做104.1 長實 跌了3 做102元 而中銀香港沒有起跌 20.05毫 中銀售19.14 升了5毫2 看看海油 中海油跌了6千 做14元 中石化跌了3千 7.51 中國鋁業 4.65 跌了8千 而中國海外 15.46 跌了1毫 而騰訊控股跌了過百 做184.5 回到來 請來新的嘉賓 就是來自我們耀材證據 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我想說一下 中銀售2628 昨天有個錯盤事件發生 今天股價不像市場預期 有個急射情況 反而還有得升 曾經升過超過3% 高位還見過19.4毫升 反而是近期表現最好的一日 今天是 看到市場要跌的時候 反而因為錯盤事件 令到它的股價 今天也有個明顯的上升 成功額方面 也屬於排第一的股份 為何會這樣 因為基本上大家都 昨天方面都太過看淡 它的股價 覺得它因為錯盤的事件之後 反而令到昨天的沽空比例 突然間增加了 始終你說昨天的政策堂方面 出現錯盤 但其實它已經在昨天收市之後 都在一些場外的交易上面 將它們本身拿著的貨 都已經沽出去 實際上 對於中國人壽本身的業務 或者本身的基本因素來說 根本可以說是 一些影響都沒有 既然它今次或者昨天的股價 去下跌 跟它的業務 是沒有什麼正面關係的時候 今天都叫升一些 我覺得都是比較合理一些 但都要留意 這一陣我也覺得 是一個純粹技術上的反彈 始終說回國壽的基本因素 根本就是沒有改善過的 既然它本身的基本因素 都不是太理想的時候 我都建議投資者這些位置 都不應該再告罪 好 那可能大家遺忘了它 昨天真的換成了它 另外一隻 就是1068 曾經今天衝高高位 上去15元 即是52隻低位 13.5元 到升了上來 怎麼看呢 之前受了一些受獄症的事件影響 它的澄清其實是沒事的 你怎麼看呢 它的澄清基本上 它在豬場裏面有500多隻豬 發現有問題 只有一隻 它就說已經是處理了 但是問題 究竟這次處理了一隻豬 但是會不會 之前都有一些 是流入了市面上的豬肉 都已經是感染了這方面的 細樂精的菌呢 這方面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還有它這次 叫做有這個事件 還有這麼遲才公佈的時候 究竟對它的 接下來 大家股民對於這間公司的信心 會不會都有影響呢 亦都會有個未知之數 在這裡 還有始終我對於這間公司 也有個戒心 就是始終 看到它的管理層 是之前那幾天 即是說是受獄症這件事件 爆出來之前那幾天 都是有個大手減持的行動 既然如果你說 即是那些高級管理層 都是大手減持的話 那會不會 它真是 已經是一早知道 這個受獄症的事件呢 基本上 大家都可以去想一想的 由於本身都有 比較多的利淡消息 又或者 都是叫做企業管治方面 都有些問題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這隻股份 短期內都應該 不要過分去進取買入的 見到它的股價 在這幾個月方面 都是出現過很多次的急跌 每一次跌下來的時候 成交額都是不斷增加的 昨天看到它一支大陰竹 跌到下去 即是14元的時候 亦都是同樣出現一個 成交急增的情況 既然這些跌市裡面 成交每次都增加 都反映了 基金對它的拋售動力 都是比較大 所以這隻股份 都不應該這麼快買著 好啊 不如看看本地地產股 下午回來 其實急跌一輪 拖累著大市 即是急回了一陣 看看收攝表現 長實剛剛報過跌1.2% 行機地產跌1.5% 報43.4% 新地跌了接近1% 104.1% 新世界地產跌了半個百分點 9.41% 信和置業跌0.3% 12.28% 那本地地產股怎麼看 本地地產股 基本上都是一般 雖然你說 之前那幾天有一個賣地的拍賣 但整體那個成績方面 都不是特別理想的 如果你說連同之前 北國的油街地皮 又或者九肚山果達的豪宅地皮 成交價都是比較低的時候 都反映著本地一些大型的地產發展商 對於今年下半年的樓市的展望 都不是說真的那麼樂觀 如果你說見到 接下來幾個星期 或者這兩個月 一些藍籌的屋苑的成交 都有機會是下降的 又或者整體那個 二手單位的售價 都有機會下降的話 對於本地的地產股來講 接下來都會面臨一定的壓力 好 今天內地方面公佈了CPI數據 8月份就是6.2% 見到公佈完數據之後 現在內地股市急升過一輪 但下午回來好像表現一般 其實數據如何解讀 你看回CPI的通脹數據方面 今次出了6.2% 沒錯 按年舒緩了的升幅 上個月的6.5%是微跌了 但按月的變幅仍然有增長 意味著國內通脹到目前為止 都屬於高企 即是說明國內方面 就算是鬆銀根也好 但整體的空間不會很大 大家更加不要看去短期之內 會有機會減息等等這些行動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國內A股由於成交持續萎縮下 接下來的反彈力度 都不會太大 看看8月份內地的零售銷售 按年都升了17% 這個數據又怎樣看呢 零售銷售銷售升17% 都叫做符合市場預期 但大家都要留意 當國內經濟到下半年 慢慢都有機會放緩 又或者企業都開始 有機會倒閉或者裁員 對於居民的消費意欲 都會有影響 所以暫時我覺得內需股 特別是高檔消費股 大家都先比一比 怎麼看下星期一 中秋節 之後只有四日市 又一放假 怎麼看下星期股市 下星期初段 我相信都會悶些 因為下星期一 其實就是國內假期 相信港股也不會有太大變動 整體來說 下星期我會覺得 恒指反彈力度未必會太大 初步阻力位 都是先看大約21,000點左右 下面都要看19,000點這些位置 謝謝Jason 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講過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今天直播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